他是否不管哪個專項就是要監定持續沒有他的密码 要能夠監定持續的原因是我們每天跟女生有不同的關係 剛才那個豪竟講那個小朋友我們已經接觸將近兩年 從她小朋友一點心多到現在要生三年級 然後目前她媽媽對我們非常常開 她今天今年高更高中 然後跟她約了職 下禮拜就開始跟她肚臟 然後她媽媽聽到大女婿一口 我們主義他們跟他很高興 然後那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我們在路上殘兵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這個夏天主 但我這已過半年 我大概碰到三個夏天主 他們都是在工會 在其他修校的團體聚會的姊妹 可是都聚會不正常 然後我看到那個年齡的人 我就很想說你這樣有小孩 他說有啊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聊那個小孩 我說小孩從前要帶到照會中 還要接觸什麼話 不然那個社會那麼亂 你知道大學就來不及了 我會想到以前在主義大學 有一些學生的生活習慣 性格 還有各方面的這個價值觀 什麼提供 然後聽一聽就覺得說真的要把小孩帶到照會中 然後就開始跟他約聚精啊 然後有一個姊妹 他家是在中竹目嘛 然後我就跟他說要跟他小孩兒童派 他也是願意 可是這個時間不太不出來 就興趣的兒童有個特點就是 很忙喔 又是英文 又是日文 又是安親 反正就是給你排的滿滿的 他課表都給你看他真的沒有騙你 他真的沒有騙你 然後你白天讓他來傍晚 或是下午到公園去 都是外勞在兒童 你跟他說你要 你跟他小朋友不是這個上司他也願意 然後進下來就他家說我要回去問老闆娘 你問他老闆娘什麼時候 他說晚上十點以後 你知道這區的兒童就是那麼忙 然後我還是已經碰到一個媽媽 他說好運再起來去 小孩就開始大哭 要去哪裡補習 媽說不是補習 是去教練唱這歌 他說好 可是問題是時間真的排不出來 可是我自己覺得還是有 我不是剛才沒講 只要白在禱告 那實力他常加班 加得很晚 他頭上那個小孩他不光是學日文 英文 他還被法文有興趣 還去學我兒童氣功 滿常到這樣 可是因為一直在百大禱告裡面 我覺得我們如果是一個接觸主的人 不會把一次那個負擔之家還我 那個負擔不會放你過去 你要忘記這個小孩面子 不過一段時間就想 年輕人才剛才約到 後來暑假還是約成 然後我就點了說 後來這個姊妹也是一樣 住在宋君妹的同年這樣 一直約不到 後來我就說 那你這樣好了 我就打算要跟你小孩圖聖經房 因為她是五年軍妹 我就一個禮拜打了一次 然後因為陪大人習慣了 我忘記她的兒童那次陪太久 只有三十分鐘 然後小孩再受不了 用話說多好久 後來還滿上調整 然後後來就是中間大概只有兩三個月 欸很自然 我們大概上個月開始就開始聚集生涯 然後週四下午四點半到五點半 然後我們從創世紀第八開始一起 然後來的都是大概五年級升六點 然後我們已過那一週去第四 到創世紀第五章 哇那小朋友新收益的好多小男生喔 然後這個主日開始 那一天一天就要來我們信息大樓參加主日兒童聚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開始有大班了 然後我覺得聘結就是 你需要天天接觸主 那這次數一組的負擔主不會放得過去 你會忘記他們 可是主不會忘記他們 然後每次主提醒的時候 我們又是在聖盟光道主要 就在聖盟光道主要 就在聖盟我們的忽略喔 然後再去接觸 然後時候到橫山去聚集生涯 那真的需要 如果聖盟光道主要 如果聖盟光道主要 就用姊妹有夢都可以像我們這樣子 天天都會成心嘛 你就保證你擺在禱告中 一定會有牌的啦 那大家都動起來就會有兒童出現 如果之後少吃了 讓我們心裡都改是這些 所以真的很需要 對我們姊妹們的配搭 對 那個 請交通一下三星國小的一分鐘好不好 那三星國小是這樣 用我們那個問卷做好 所以我們大概怕了幾次 然後有一個小朋友拿到那個問卷 他的爺爺就是 他們家已經在聖盟隔壁 就是那個 貸房子 後來不賣給我們弟的這個家 然後那個小朋友現在就是 他的姊姊他的哥哥都跟我們有接觸 然後駕駛現在是休息嘛 然後不過我們都還是有電話聯絡 然後他們學家像我們都非常常開 所以就是我們八月三十號是他們第一次的返校 就是今天就開學 所以八月三十號我們可以再發一次問卷 然後那一次 再發一次問卷 然後接著就會有這個安心特復的 主要就是當他們來到我那個 綜藝旁邊的那邊 寫完功課 我們就帶他讀一小班戒 然後他老高校就當他們回家 然後那小朋友很喜歡來 我跟他說暑假不暫停 他暑假還好 自己跑來三次說 門都是關的 說好幾乎 然後他其實說你會這樣子 所以他已經問過什麼都可以在台中 你說改選做一個台中 所以只要你去做就會有效 所以只要你去做就會有效 那光復國小也是一樣 他們非常缺故事媽媽 其實時候你只要照著那個 台灣福音書上租的那個什麼聖靈的果子 他是重修院然後馬上看主題目獎 你也不一定要照著兒童教才那種獎 你只要取用兒童教才的那個主題 譬如說他那一刻他講聖靈的果子是良善 他是講立百家 你就打開這個控制器立百家那一段 你獨不守我之後 你就夾給你兒童聽 兒童聽說你兒童聽說你兒童聽說你非常好 他會因為很讚 就夾給他的標誌其實裡面沒聽